车水马龙看不到尽头 整条国道挤得水泄不通 国道5号单日出现两起火烧车事故 晚间南下雪山隧道内又传火烧车 雪岁南北双向紧急封闭 平临到头城南下路段大排长龙 搭乘客运的民众无奈塞在隧道中 只能从窗外不断往外看 但也只能看见满满车潮 据了解一部自小客车不明原因 车底盘起火冒烟 好在车内只有驾驶一人 宜兰消防局从北上车道进入救援 驾驶被顺利救出没有受伤 火势也已扑灭 而高雄林亚区河南路上 一间公寓四楼也产出火警 消防破报道场将无法自行下楼的屋主救出 索性只有轻微呛伤 刚才是我在客厅的时候听到的蹦一声 我以为我家东西掉了 我就闻到一个味道 就开后门 结果就全部是边 邻居立即逃下楼 有一名妇人以为自己的女儿 还在骑火屋内 竟当场贪乱痛哭 不过消防队强调 已经加强一楼到五楼的搜索 无人受困 受困的民众不是在他的厨房 他坐在厨房上 然后我们就立即将他带出来 目前看起来是轻型的 现场燃烧是床铺家具的杂物 消防初不了解起火点在卧室 起火原因 任一代公司的女孩 向大家做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